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些千亿的更新项目的一个衬测刺激下面呢 这个自贸区的一些标的呢 出现了一个地区朝板块的一个这个上涨的表现 那这个领跌的板块呢 有光伏、化迁、医药、医疗行业 这里面主要是医美的一个概念股持续的一个调整 以及呢这个消息兑现之后呢 出现调整的这个鸿蒙概念股 那当中的这个龙头呢 任何股份的软件呢 今天股价跌了10%左右 那这里呢稍微讲一下这个光伏行业啊 这几天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利好消息刺激呢 但是像龙头、龙基股份啊 通微股份啊这些呢 都出现了一个股价连续的一个走弱 那消息一面呢 这个留意到呢 在几天前呢 光伏协会呢 有提到的 接下来呢 这个并网的一个截止日期啊 可能会延续啊到明年 那么这意味着呢 这个今年的一个630的光伏抢装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呢要降温啊 换句话说呢 这个光伏设备的一个出货量呢 可能会不及于期在这个短期来看 那这一块呢 主要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上游的像龟料的一个价格呢 因为厂能的供应短缺呢 啊 是这个 比较紧张啊 那么啊 带来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啊 下游呢 它这个采购的意愿呢 也不是特别强烈 啊 尤其呢 是在这个市场的啊 这个这个走向主要由靠这个政策带动的情况下呢 啊 一旦政策呢 给了这个啊 一个期限的一个松绑呢 啊 那么下游的这些开发商 这些这个啊 这个装机的啊 这个需求呢 可能也会有一个降温 所以呢 后面更倾向于等着这些 归料啊 这个厂能的逐步释放呢 再慢慢的把这个装机量给提上来 啊 那这呢 尤其对于像通微啊 中黄股份啊 这些归料股呢 啊 会有一个降 价格向下的一个降温预期 啊 那大概对这个主建这一块呢 可能中线呢 还是一个相对利好啊 未来出货的一个提升 以及毛利压力的一个减弱 啊 但是板块整体来看呢 缺了这个吹跨因素啊 可能啊 也面临着一个持续震荡调整的一个啊 这个接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这里面补充一个概念呢 就是今天呢 啊 全天比较强势的一个概念 就是呢 这个跟啊 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里面关键材料呢 啊 这个六伏零双锂 啊 有关的标的物像多伏多呢 啊 今天股价呢 再度涨停啊 带动了这天际股份啊 等等的一些表现 那机构的一些报告呢 也提到了呢 六伏零双锂呢 啊 这个厂能现在来看呢 是比较偏紧 那因为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销量呢 主要还是市场化的一个带动 啊 受这个政策的一个引导呢 越来越少 啊 那这个六伏零双锂的一个厂能是偏紧的啊 那么下游需求又持续不断啊 那这个后面呢 是有继续涨价的一个啊 机会呢 跟这个空间的啊 所以这些像一股节目里面曾经也介绍过啊 可能接下来呢 还会保持啊 适当强势的一个啊 这种这个股价表现啊 那也可能呢 会跟随大势调整啊 那么基本面来看呢 还是值得呢 逢低啊 去啊 部署的一个 一些这个相关的标的 好 那避险情绪升温呢 这个热门题材股高位兑现啊 这个是昨天啊 就开始在讲 那今天呢 向这个指数呢 啊 开始回踩呢 这个时日线 大概3578点啊 那这个也从这个五日线呢 是跌破啊 接江呢 有可能是啊 跌破呢 这个接下十日线 那如果说啊 接下来的一个市场呢 啊 这个短啊 短期的啊 五日线呢 向下跌窗呢 这个啊 二十日线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时候啊 可以呢 搞考虑这个平仓 平仓观望啊 那是呢 不是做多啊 只是平仓观望啊 那这个内地 这个影响因素呢 内地就是这个 人民币汇率的一个 升值降位了 加上呢 近期这个啊 相当于币监管部门呢 对一些这个 这个融资担保公司 以及一些小贷公司呢 啊 是进行了这个约谈啊 那么约谈内容呢 就是要他们呢 在控制啊 以及监管啊 节倾呢 啊 一些这个经营贷啊 啊 流入到这个房地产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问题 啊 那这呢 也是属于房地产调控的一些情况了 那像今天呢 啊 港股的中国恒大呢 股价也是跳水 跌百分六左右 那但这个呢 也是啊 这个跟广州方面 疫情的一个升温 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了 啊 那另外呢 就美国五月份 PMI数据叫好呢 推动债息的一个回升啊 美元的一个指跌 这个对市场来讲呢 都起到一个担忧呢 隔夜呢 美国方面的一个贺皮书呢 也提到呢 美国会减少呢 这个企业的一个购债啊 那么这个QE的一个退出呢 让市场呢 啊 对于成长风格的一些板块会偏利空 那接下来呢 要关注呢 非农数据 以及这个小非农数据的一个情况 那一旦呢 是进步强势的话呢 可能对啊 这个通胀预期会进步加强 那一些高估高位的板块呢 会形成重大打击 但部署来看的话呢 依然是看好呢 一些核心标的啊 超跌成长 跟啊 景气度高的一些这个板块 在接下来呢 这个啊 相对抗跌的一个表现 啊 那关注呢 美国非农啊 中美谈判呢 过去呢 六天呢 这个中美呢 有两次谈判啊 这个电话的一个沟通 啊 那么释放了一些偏正面的一个信号吧 后面看一下有没有超预期 惊喜 好 那疫情方面呢 内地像广州呢 现在这个当天确诊的人数啊 在两位数左右 还是挺这个令人担忧的啊 啊 煤炭股啊 这里主要是补充一下昨天的一些这个啊 一些内容了 今天呢 啊 像赏西黑猫股要涨停 郑州煤电呢 果然涨10% 啊 啊那昨天呢是这个煤焦煤股呢 在涨 那今天又排到动力煤在涨啊 都是这个叠加轮动的啊 那像发电呢 这方面的一个逻辑啊 主要是啊 这个我们看到 呃夏天 夏季呢 这个一个是用电的一个高峰期啊 开冷气啊 这些一个呢 是工厂也在付啊 也在这个啊 也在用电量比较大嘛 啊 那现在尤其南方地区呢 由于前期呢 天气过于炎热 那水电呢 是供应不足 那反而这火电的需求增加啊 那么这一阵一阵呢 带动了这个煤炭啊 啊 这个消耗啊 库存也是有一个进步下降的一个情况啊 那呃 这个现在呢 都有一些南方地区呢 要开始一个叫有序限电啊 的一个情况里面了 那所以呢 也带动了市场呢 对这一块啊 用电啊 像煤炭啊 这一方面的一个啊 未来利润 单端利润看涨的一个预期啊 所以呢 有进一步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情况了 那第二个板块呢 就超跌这个今天反弹的一个板块啊 通信股 那5G概念股呢 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 那像这里面龙头呢 这个中信啊 中信这个中信通讯 股价涨6点啊 这个64 武汉反股呢 股价涨停啊 那朔贝德呢 涨12% 啊 新天科技呢 涨20% 那这些标的呢 都是 呃 从18年底啊 19年中到现在呢 这个持续阴跌不止的一些这个标的了 啊 那需求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前几个月呢 啊 这个5G机枪的出货量啊还是偏弱的 那么对于啊通信设备的一个订单需求啊还是相对有啊 不要这个拉的比较有啊 这个力度比较小 那冲井呢 二季度呢 一些这个机枪出货的一个回升啊 尤其呢是现在还不少大行来保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出货看法 那基本来看呢 一个是固执低了 第二个呢 是的确疫情之后呢 啊 一些基本的订单啊能够保障 盈利呢能够改善啊 但是呢就缺乏一个长线的这种这个冲井啊 因为呢这个始终设备呢还是不要看这个周期的 而且竞争也大 赚钱呢也比较难 那可能跟一些消费电子相关的周期啊 这个啊这些通信国可能机会相对多一些 那从吹花来看呢 也在博弈着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回暖 像刚才讲了一个礼拜呢 双边呢有两次的一个会谈啊 这个电话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个会谈啊 那也是憧憬了后面外外部呢 能不能放松呢 对这一块的一个出货压力啊 那从这个题材来讲呢 基站设备呢还是看好主供应商这个中心通讯啊 这个一体化的优势啊 毛利提升这个这个业务呢 恢复增长的一个正面看法 那弹性大的呢 主要来是一些物联网的一些设备股啊 包括芯片股啊的一个机会 以及呢一些车联网呢 的一些这个通信模组啊 一些光一些股份 那这个板块里面呢 像这个朔贝德啊 信微通信啊 这些主要是跟这个毫米波啊相关的一些这个部件的一个出货啊 那像这个东信和平呢 又在炒呢 这个两个集团的一个合并啊 那这个另外呢 像啊 这个 远通信呢 这个一微通信远通信呢 这些呢 主要是 收费呢 未来这个5G 要把这个万物互联呢 带动的一些这个通信 模组出货的一个成长性 好 那么芯片提到这个股份呢 没有持有啊 那明天的节目里面呢 好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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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